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肾脏主要用来淨化血液 过滤和排出水分和废物制造尿液 当尿液中的杂质浓度过高 在肾脏沉淀 某些人士就会容易出现肾结石 最常见的肾石就是草酸钙结石 由钙和草酸盐组成 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 很容易就摄取了这两种化学物质 另外腐甲状腺功能异常 身体调节酸减度出现问题的人 亦都较容易出现草酸钙结石 第二种常见的肾石就是尿酸结石 它们是由尿酸组成 当我们进食大量的肉类、动物内臓 就会导致尿液变酸 容易产生尿酸石 而第三种肾石 例如鹿角石就是鸾酸安美结石 属于感染性结石 患者可能患有尿道炎 細菌在尿液中繁殖 令鹼性升高而形成结石 如果腎石导致尿道阻塞 或下滑至酸尿管 可以引起感染 如果患者处理不当 有机会对腎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中国人寿海外 帮你带来健康资讯和周全医疗保障 在阳 continued...